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碰到疫情天灾这种不利情况的时候 我们不但要撑得住 更要从打击里面恢复 从中学习强化自己的体质 我们在医疗领域看到一些挑战的时候 数位工具就带来了各种韧性上的可能性 举例来说 当疫情大幅改变大家的生活形态 全球都看到远距医疗成为大家急需的服务 又会说在高龄化社会底下 怎么样调试医护 长照的资源 还有照顾到偏乡 还有行动不变者的就医 还有面临严重灾害的时候 怎么样快速因应大量伤患 送医急救等等 这些都是透过韧性相关的数位创新 可以来设法提升能量 在过去我们一年一度举办总统杯黑客松 这个卫福部也是长盛军 我们看到很多公司协力透过数位科技提升医疗服务的精彩解方 举例来说 去年获奖的长照好时光 就是考虑到现在的长照服务流程 从规划 加访 确定计划提供服务 常常长达180天 因此为了加快前置作业的速度 卫福部 嘉义市政府跟D4SG资料英雄计划 就共同提案分析长照2.0服务里面的历程资料 根据这个资料 可以建置照顾计划的推荐模型 像现在 透过分析嘉义市的案例 分析出58种模型 平均这个AI in the loop的准确度高达8成 2018年也有另外一个获奖提案 救急救难一站通 是由卫福部消防署 跟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 跨部会合作的提案 这个提案就是因为发生重大灾害 像当年高雄气暴有大量伤患的时候 要在黄金时间里面 把需要急救的伤患送到医院治疗 当然这里就要确保急救医院 有足够的量能可以抢救伤患 但是意外现场 医院 应变中心 救护车 多个地方中间来会打电话 沟通确认 会耽误抢救时间 消防机关当然无论在台北市 新北市 高雄市等等九个地方 已经建置了自己的紧急救护资讯系统 但是因为各种资料格式不一致 没有办法西马互通 不能互相借交 那救急救难一站通 就是运用国际标准来建立资讯串流平台 串联紧急医疗救护到院前到院后的资料 医护人员非常容易就可以用平板登陆患者的状况 同时也可以用平板看到哪间急诊室还有病床 通知即将前往 而急诊室的人员提早收到通知 就可以准备而且远端掌握病人的情况 而政府机关也可以直接看到系统 获得中览的资讯来协助调度床位 对于数位医疗来说 稳定普及的网络基础建设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救护车开到一半 网络收讯收不到 那这样应用的可能就减少了 所以网络的普及 是能够加速医疗服务的普及 数位部承接通传会的普及网络服务业务 我们目前法定的87个偏向 都已经有Gigabit per second等级的 固网宽屏网络 在778个村里里面 除了澎湖的万安息屏之外 其他777个村里 也都达到村村有100Mbps宽屏 另外行动网络部分 除了金门的乌丘 另外86个偏向 已经完成建制5G的ZD台 不但提升通讯品质 更为了卫生所 长照服务据点 甚至文件站等等 推动智慧以及远距医疗的 频宽建设奠定基础 此外因为5G这个新兴科技 具有低延迟高频宽广连结的特性 不但能够成为各个领域垂直应用的推手 也能够帮助实现远距智慧医疗 改变传统就医模式 也就是说如果要缩短乘伤的医疗差距 带动远距医疗发展的话 我们看到很多医院已经开始实验 透过5G的专用网络 远距为病人进行照超音波这些检查 或者是跟救护车跟医院急诊室及时连线 强化紧急救护机制 甚至是远距为病人动手术等等 行政院2020年9月 核定前瞻第三期补助5G网络建设计划 在包括离岛在内的偏乡医疗方面 去年跟今年一共补助2441万元 完成了10案的远距诊疗等等的智慧医疗案例 举例来说5G远距诊疗平台 透过完整串联医疗机构的服务流程 包括医疗院所的就诊表挂号机制 以及支援虚拟健保卡 以及医视机构这个云端三卡认证 病例跟影像的上传下载 健保的申报 还有协助诊所跟各级医院 来部署通讯门诊等等 这些都能够依据实际的医疗机构需求 透过平台提供更多元的自费的咨询服务 还有跨国的远距诊疗 也让无法前往医院看诊的民众 仍然可以获得专科医师的问诊 掌握诊治生机 也可以达成降低医疗成本 提升偏向医疗水准 全民数位韧性的目标 5G远距医疗也可以减合 好比像说人工智慧 万物联网 这些多元创新的应用 好比像说e-health这个智慧医疗里面 我们在增进可净性 以及降低医疗成本 这些事情上面 我们就用5G前瞻计划来补助 引进电信事业 电信事业在以前 对这些医疗体系的垂直场域 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贡献 但是现在在这个医病新的关心里面 我们通传的创新 也是医疗技术发展的一部分 所以在第四期的前瞻计划 到2025年 我们就会持续补助垂直场域的创新通传运用 好比像说 为了让医疗通讯网络 在5G以及固定通信这些网络系统 遭受天灾地震紧急事故的时候 连外的海滥中断了 固定网络中断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运用最新的非同步轨道卫星 包含中轨低轨 成为备源的抑制电路 来维持这个所需要的宽频的需求 那所以我们提出的应变或暂时应用 新兴科技强化通讯网络数位 韧性计划 就是要对非同步轨道卫星 进行概念式验证 在这个POC proof concept里面 我们会在国内各县市部署700个点 国外至少三个点 在这里面呢 有一些是固定式的 甚至也有可移动式的地面接受设备 这样就可以验证非同步轨道卫星 提供应变服务的可能性 那这项计划在明年跟后年 也就是2023 24年 一共编列了5.5亿的新台币 来进行测试模拟 我们会不断地调整这个设定 来验证非同步轨道卫星 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上面 都可以提供备源的通讯服务 这样子如果遇到重大的战争 像之前也有地震 让海兰断裂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垂直上行的传输 来维持连外的资讯畅通 那这样子也可以保障平时偏乡民众 如果他接受卫星的成本比较低 比起他签这个专用的微波网络 或者是光纤网络的话 这个就无形之中 是让他们的就医权益 能够得到保障 另外我们的数位部有一个产业所 配合前山基础建设 推出了另外一支计划 叫做普及智慧城乡生活应用计划 智慧城乡就是要全民协作 来透过assistive intelligence 辅助式的智慧 推动智慧健康 好比像说 银法族行动不便者 健康亚健康民众 如果需要健康良策管理 银法社区照护 远距医疗照护等等 就可以来用这支计划 好比像说 智慧城乡就帮忙了 卫福部在高雄 屏东 台南 台中 金门就五个县市 结合社区常召据点和医疗院所 导入健康照护站 这样子的话 民众定期良策 血压 心跳 血痒 这样子的数据 就可以串联在地的医疗院所 当然这个各资的使用 完全由民众决定 所以民众可以选择 是不是授权 看诊的医师 作为问诊的参考 那么发展以AI为基础的 照护脚本 精灵工具 客服机器人 chatbot 等等 即时互动 防疫资讯 咨询 这些也是智慧城商的一环 那跟高雄市联合医院的合作 就是借由AI客服机器人提醒跟导引 来促进民众愿意进行癌症的检测 还有也可以帮助心导管等等 手术之后的追踪管理 另外 也跟台南市卫生局合作 透过健康共照云 掌握疫情资讯 协助地方卫生单位 加速应变 而为了数位平权解决银法长者搭乘富康巴士的出行需求 我们在云林跟彰化地区整合了LINE AT的行程预约 车辆定位通知家属这些功能 让民众更愿意使用 而且呢 有车载机的搭配来记录这个驾驶的轨迹啊 就可以整合车辆派遣跟调度功能 来进一步改善这些地方的服务品质 在失智照护方面 我们结合卫福部补助的预照中心 跟平央县政府合作 在西市村物件蓝牙的感测器 这个是做什么呢 就是让当地的公庙可以跟我们合作 发放一万五千张平安府 这个平安府保平安呢 是一个感测卡片 可以掌握失智长辈的行动轨迹 建立出社区的防护网 那这样子的相关技术 当然在之前的防疫的过程里面 检疫者的行踪管理等等也很有用 智慧城墙计划也协助打造远距会诊服务平台 提供台北市联合医院跟连江县立医院 还有卫生所 这个中间有跨院远距医疗会诊 所以不管是泌尿科 眼科 神经内科 皮肤科等等专科 都可以直接线上预约 协助补足离岛地区的医疗缺口 而且呢在病例调阅取用 这个是重中之重了 我们需要完善资安跟隐私的保护 提升跨与跨院的医疗资讯安全 那这个时候呢 当地的民众需要周车劳顿 超过12小时才能到本岛求诊 现在一小时就可以同时完成看诊 还有后续的领药 除此之外 我们的产业署也透过 AI智慧应用服务发展环境推动计划 把AI技术扩大导入各行各业 今年在生技医药协会的协助底下 这个计划就成功导入到 引法照护跟心理健康管理相关案例里面 举例来说 在照护机构或者居家照护的时候 是用智慧薄电 结合AI的咳嗽侦测分析系统 这样子照护人员就可以快速掌握 受照护者的呼吸道的症状变化 特别是及时的警示 在夜间照护人力不足的时候 各种可能突发状况都可以提供 这样就可以缓解人力不足的问题 目前这一款AI咳嗽侦测模型 在四种不同类型的床垫应用的时候 平均起来可以达到93%以上的准确度 另外还有就是脑波了 脑波检测仪器 也可以结合AI数据分析的技术 快速协助心理资商的专业者 交叉分析脑波侦测跟传统问卷填答 这两方的数据比对之后 在提供脑力评估报告的同时 心理辅导建议的事项 也可以提供给资商师 这样子心理资商的服务量能就可以提升 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花在彼此身上 我们也持续协助推动开放资料 举例来说 我们到2022年8月 已经超过57000笔的资料集 在我们的政府开放资料平台上 空气品质 不动产实价登陆 农产品交易行情 电力供需 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商的一些应用案例 好比像说 光是知道公共饮水器在哪里 这个经纬度的开放资料 就可以在应用端整合凤茶行动 包含这些饮水器跟热心凤茶的好店家 包含一些国营事业 就可以避免宝特瓶垃圾产生 养成大家随手带着瓶子装水的好习惯 除此之外 还有碳汇乘箱社群建立减碳行动媒合平台 LAS社群建立从空气品质 到公司协力的治理河川流域的平台等等 这些都是公民社会应用开放资料 发展的公共服务 台湾中央气象局 今年也公布了气象资源的创新应用方案 不管是法人企业 都可以申请高精确度的 资料跟资源 让民间可以发挥技术跟创意 促进运用这种围气候 即时气候 来防灾 发展离岸风电 农业观光交通金融 这些跨领域的这些应用 但当然我们知道 每一个部会都会沿拟 什么高应用价值 包含社会价值 产业价值的资料主题是什么 数位部在这里是一个会诊的工作 健康医疗 能源管理 社会救助 这些都是有很高的社会价值的 我们会在这个月底公布主题 加速推动各个机关来释出 那至于个资的部分 当然不可能当作开放资料来释出 那我们就特别发明了这个概念 叫做数据公益 它是欧盟的data altruism翻译过来 也就是个人或资料提供方 自愿提供个资 但是经过处理之后 成为不涉及隐私 无关各资的数据 non-personal data 无偿来提供公益使用 今年6月 欧盟职委会正式开始实行数据治理法 Data Governance Act 它的核心内涵就是说 我们个人也好 数据持有者也好 自愿无偿提供数据 来做科学研究 改善公共服务 才能够造福社会环境 像大家都知道的 在疫情期间 医师可以在AI的协助之下 快速精准的用胸腔X光片 就来判读确诊与否 这个就是靠全球热心的民众跟机构 捐赠X光片 在无设个资隐私的情况下 来累积这个机器训练的这个模型 所以说呢 在有非常良好的 不涉及个资隐私 可能一些Privacy Chip 这些加速器的协助之下 这就像是一张入场券 每个人可以自愿主供提供我们的数据 形塑这个共融空间 每个人都是数据的产制者 跟使用者 在整理分析当中 形成新的共创协作关系 进而真正连接彼此 开展出数位共好的新形态社会 而在打造资料创新运用生态上 术卫部也提出很多辩明的做法 好比像说MyData 个人化资料自主运用机制 就是落实资料的父权 就是empowerment的理念 借此在保障资安跟个人隐私的情况 可以打造个人化的精准服务 面对全球人口老化 不同疾病的威胁 医疗产业的发展 不再限于药物或器材 数位科技 以及最重要的隐私强化技术 就是说 我把我的资料加密 交给你运算 你运算的时候 完全看不到我的个资 但是还是可以训练出机器模型来 这些新兴的应用 将会进一步协助 现有医疗领域转型 我们会持续结合 我们的ICT 特别是半导体产业的技术 这个是全球领先 医疗保健跟人才资源丰沛 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 按照Data Altruism 数据公益的应用跟整合 积极连接公民跟技术 全面提升产业发展 产业发展跟子痛安全 我想智慧异菜中安办公室的成立 从法规 辅导 媒合这些面向 把产学 研衣串联在一起 让智慧医疗器材纷纷落地 事外部接下来 也是推动软体产业的发展转型 培育跨领域的应用人才 结合资讯整合的服务 AIoC 5G等等的前瞻技术 鼓励开发创新的应用 串接从运动 健康 医疗 照顾 这些服务环节跟资源 我们想要带动的 不是只是医疗程序的准备 而是达到真正的群众智慧 智慧医疗是以全民为核心 来建立资源跟数据 能够自由共享的 医疗照护生态系统 迈向全民数位任性的 新的未来 最后我想祝福活动圆满顺利 大家生生不息 繁荣昌盛 Live long and prosper